在对付范贤之前 大皇子还有一件事没有想明白 那就是范贤到底想要什么 初始北极 与林万儿成亲 初始东营城 每一次 他都好像是被人 推着再走 但你仔细想过没有 他到底想要什么 重创东宫之后呢 太子就算被飞 对他有什么好处 大皇子始终没想明白这一点 之前范贤种种所为 都好像是被动 可是此次京都走私案 明显就是冲太子去的 那范贤到底想干什么 他难道还想成为庆帝下一任皇帝 这岂非吃人说梦 其实我也一直没想明白一件事 嗯 大皇子神色诧异的看着他 林乐仿刺杀案的主谋到底是谁 这件事二皇子乃是替罪羊 别人都说以为是二皇子干的 可是他心里清楚 这件事的主谋另有几人 也若打个京都 能够发起林乐仿刺杀的不超过三人 你是怀疑野刘云 大皇子皱眉看着他 谁知二皇子摇头 林乐仿刺杀案 发生着解 野刘云并不在城内 而且当初我在城郊围杀范贤之时 他也曾现生相救范贤 所以不大可能是他 二皇子心里的这个疑惑 一直没有得到解释 即使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 陛下 大皇子试探性的问道 当日刺杀发生之时 那些强攻守目标明确 就是要杀死 坐在花轿之中的新娘 但林婉儿与范贤的婚事 乃是陛下亲赐 连大婚之日 也是陛下定下的 他没道理再杀林婉儿 二皇子又否定大皇子这个猜测 你难道是想说陈萍萍 大皇子难以置信的看着他 不 不是他 而是太后 二皇子的目光煞时间锐利无比 什么 太后 大皇子当即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脸上满是正经 当初长公主离开京都的时候 曾私下向我透露过 他在京都给范贤留了一份礼物 礼物 大皇子不解 这份礼物可以挑起范贤与皇室的争斗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份礼物应该就是林婉儿 所以范贤后来才会在北京带走长公主 将其藏起来 二皇子很是笃定的道 大皇子听拔当即陷入思索之中 遍刻后 大皇子猛的抬头 如果真是这样 那长公主身上肯定藏着什么 足以引起范贤与皇室 互相仇恨的秘密 所以当初陛下 才会命我 就地杀了长公主 大皇子此时才反应过来 长公主的罪名 不是因为他起兵谋乱 而是他本身就对皇室产生了威胁 林乐仿刺杀尸首 等同于让范贤有机会 接触到这个对皇室有害的秘密 所以庆帝才会对长公主痛下杀手 你刚才不是问范贤到底想得到什么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秘密 而且我猜他 现在多半已经得到了这个秘密 也已经对皇室产生了仇恨 所以才会用京都走私案 将太子击垮 二皇子最近 虽没办法参与京都城中发生的一切 但是这并不代表 他不知道这一切 无论是范贤出使东夷城归来 还是京都走私案 范贤出手的速度极少 但每次都命中要害 太子被重创 东宫被封禁 整个朝堂之上躁动难安 而范贤呢 一边着手全面接管内裤 一面又对秦夜出征东夷城之事 表现得毫不知情 这也太反常了 这不是范贤的作风 你认为范贤要对付他 乃是陛下 大皇子想了想 甚是慎重的试探性问道 然后他就得到二皇子肯定的眼神 你刚才说了 你没有资格继承皇位 而我现在也不具备和太子相争的资本 太子又被范贤重创 未来谁能想到 接任皇位 只有陛下和范贤才能肯定 所以范贤要对付他 只能是陛下 他想 说到这里 二皇子嘴角呼得上翘 脸上满是诡异的笑容 范贤与皇室之间有仇恨 而范贤在庆国的势力一天天壮大 在这种情况下 他和庆帝都有能力左右东宫之位 只要范贤愿意 他要斗垮庆帝 绝对不会是什么难事 二皇子一思几次 忽然觉得有些有趣 你想如何 大皇子皱眉看着他 这个猜测虽然看起来荒诞无忌 但就目前的情势来看 也是合情合理 至少范贤在年轻一辈当中 可谓无人能敌 他还有大把时间来与庆帝争斗 螳螂捕传 皇去在后 不过现在陛下对范贤依旧信任 我们可不能让这种信任持续下去 二皇子的脸上满是春风得意 之前他一直被关在府中 对外面任何事都插不上手 这样他很憋屈 因为他知道他还有机会 可是他却无法发现这机会在哪里 但是现在他知道了 机会这种东西等同于希望 人活着没有希望 还不如死了 那种来自心底的生无可恋 会像一种毒液不断的提示心神 最终慢慢的吞噬掉整个人 二皇子之前就是如此 可是现在他有了希望 可以让他重新夺回一切的希望 你是说挑拨范贤与陛下的关系 大皇子微微皱眉 显然要做到这件事并不是那么简单 看上去很难 但实际上也很简单 我们只要查出长公主所在即可 又或者再来一次刺杀 二皇子打算顾忌重施 这对于他来讲当真不是很困难 王宇 召集人手准备一下 咱们有事干了 这几个月来 这是二皇子最为高兴的一日 因为他今天终于找到 如何继续走下去的希望 而且也知道该如何继续走下去 那种来源于心底深处的高兴 就像是这天边的火烧云 格外的绕掩 那我就派人去调查长公主的下落 大皇子也找到自己要做的事 你调查一下陈平平 我总觉得他应该知道长公主的下落 为什么 直觉 二皇子脸上深不可测的笑容 煞时间荡漾开来 数日 范贤又去了一趟内裤 在京都的总部 最近范思哲和范若若 林瓦尔斯李迪等人已经将内裤的账目 清查的差不多了 还专门整理了一个小册子 范贤看过小册子之后 不由深感不安 张公主掌管内裤这几年 竟有如此巨大的亏空 她的钱都花去哪去了 范贤想不明白 北境之争中 长公主花了巨款去贿赂二皇子 门下几个将领 让他们起兵前往北境 可是这笔钱比起范思哲等人查出来的亏空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这么说吧 长公主亏空的钱 便是再养一只二十余万的大军 那也是绰绰有余 可是这些钱呢 你们没算错 范贤不由怀疑范思哲的心算能力 可是他话音刚落 又立刻觉得自己这么多问多余了 范思哲的心算能力还需要质疑 哥 要不你再自己算一遍 范思哲果断替过来算盘 别家 自己人 何必呢 范贤急忙推开 班门弄斧这种事 他才不干呢 只是让他难以理解的是 倘若长公主当真亏空了如此之多的银钱 那钱都去哪了 总不能被长公主找了个垫藏了起来吧 那可是实打实的现影啊 那得找多大一垫才能藏起来 此事你们先别管了 范思哲 你与弱弱还有婉儿 先行将内库的各地人员清点一下 但凡与长公主亏空有关的人全部开除 无论出生还是地位 通通开除 另外 开除这么一批人 内库的运转必然受到影响 到时候你们需要多费点劲 切莫让内库的运转出现停顿 长公主的巨大亏空 肯定不是一人所为 她掌控内库多年 其中心腹诸如叶飞青之流 必定是一抓一大把 而把这些人全都开除 内库的运转势必受到影响 但现阶段再去招人 必然不是一个稳妥的选择 范贤刚刚接受内库 对内库的运转尚未彻底熟悉 如果现阶段去招新人 接替那些被开除的人的位置 范贤无法做到全然放心 嗯 范贤转过头 看见墙上挂着一张写满细小文字的布告 而正上方写着 京都内库总部管理条例 细细观察之后 范贤当即将其撕下来 看来我娘在创建内库的时候 也没少遇到阻碍 明日我会写一份全新的管理条例 日后你们便按照这一份条例 重新管理内库 之前的条例上 范贤的母亲叶青梅 明显有向权贵示弱的地方 诸如内库专门组建了一条 奢侈品供给线给这些人 内库在人才的选用方面 多由各地管理推荐 而非为财适用 不过范贤转念一下 也觉得他母亲这么做有道理 毕竟内库的规模如此之大 他母亲没办法做到面面俱当 而是要在封建体制下 维系内库的运转 向权贵示弱乃是最好的办法 再加上之后他母亲与庆帝结婚 或许 这也是他母亲的另外一种选择 只是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 当年他母亲的那套管理条例 明显已经不是用现在的内库 而且范贤与他母亲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范思哲 这是六张新稿 你笔记发了 存点 范贤将带来三国新稿 交给范思哲 好嘞 看来又有新稿了 范思哲当即高兴地跳了起来 对于三国的推进 范贤一直未曾懈怠 但是也因为近来京都内的大小事 让范贤颇为分审 所以此次只交了六张 但这六张起码十万字 足够范思哲应付一段时间了 从三国回到三国 南庆 东宜城 北极三国局面的推进 范贤也不能落下 从内库总部回到范府后 海棠朵朵 刚从外面回来 见面便替给范贤一张纸 总算来了 范贤看完纸条上所书 总算暂时放下心来 原来这是苦河传给海棠朵朵的信 信上说他与四顾剑一切安好 不日将从海上返回 让范贤开始准备 但 四顾剑为何没有联系我 范贤没搞明白 若四顾剑和苦河安然无恙 即将返回 那为什么四顾剑却一直没有与自己联系 甚至是云之兰也未曾透露传递半点消息前来 要知道 南庆大军姐姐不日开赴东晋 对宜丁城发起进攻 云之兰不可能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但是他从未与范贤联系 这样范贤不由得很诧异 你的意思是四顾剑对你隐瞒了什么 海棠朵朵略微有些诧异 范贤在东夷城与四顾剑所谋之事 他是知道的 也是参与者 从这件事来看 四顾剑对范贤可谓深信不疑 四顾剑没道理对范贤隐瞒什么事才对 不知 你师父要我做好准备 但是东夷城那边却没有任何动静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此事必须有东夷城与北极联手 才能达成 其中任何一方出现问题 都将导致功亏一归 也不知阎兵云在东夷城的情况如何 现在我们只有等阎兵云传回消息了 阎兵云在监察院的调查已经完毕 各种情报整理汇总后 也是交给了范贤 所以此时阎兵云已经抵达东夷城 开始着手建立谍网 在不清楚东夷城情况的前提下 范贤还不敢擅自启动之前的计划 毕竟事关重大 务必要保证万无一失 你今天没去内裤 海棠朵朵已经坐下 手中端着果盘 去了 内裤那边情况也比较复杂 长公主亏空了巨大一笔钱 但这笔钱却不知去向 之前长公主一直泱泱要回京都 我估计多半和这钱有关 但如果她回到京都能够自保 与这笔钱有关的话 那这笔钱也就和庆帝有关 换句话说 长公主亏空这笔钱 很有可能 乃是为了庆帝 所以庆帝不会杀她 她也才敢明目张胆地返回京都 范贤思来想去 只想到这种可能 当日在御书房中 庆帝曾几次问及范贤 长公主到底与她谈论什么 从庆帝紧张程度来看 庆帝与长公主之间的事 必然不一般 而长公主的内裤亏空 如此一笔巨款 本就不一般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